大家好,我今天的講師是Roy 今天的課程是講Consol前處理6.0的新功能 還有幾何修改的部分 首先呢 然後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公司 就是我們公司皮脫科技 我們就有提供軟硬體的服務 還有那個企業結合方案 然後也有做這個顧問訓練 對,然後還有教育訓練這些部分 然後像我們也有做那種智慧工廠啊 協議模擬那些都有 就是然後我們公司也是每年都會發表 每年都會發表那個論文 所以我們現在要累積2022的話已經有120天 然後這邊呢 先那個 就講一下就是我們在 8月底就是8月24到27號 我們在那個台北南港展覽館有展覽 大家如果就是 剛好在出台北的 就可以過去看看 然後就是像如果有Consol也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帶電腦過去找我們Consol工程師 就是桌椅 對,桌椅還有那個咖啡等等 好 對,然後我們這次會展出就是像那個 就是像那個 智慧工廠啊 然後Consol,大數據等等 可靠度都有耶 好 好 那我們這邊就 跳過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 我們今天的課程的話就是主要就是講這個 前面就會簡單的Consol的基礎介紹 然後後面會講那個 LiveLink還有CAD的設計功能 然後我們這邊今天也會帶大家就是 操作這個基礎的CAD 對,然後後面也會跟大家講就是 6.0有增加哪些功能 然後最後就是 就處理一下我們 當手前處理的模型載入 修改基礎 好,那今天的上課檔案我這邊複製 貼給那個 我貼到文字訊息裡面 就大家可以去下載一下 就是我們這裡會有這個 今天會測試的就是什麼 干涉啊,圖影啊 還有其他的CAD檔 對 那我再貼上去一下 那我再貼上去一下 這個密碼的話就是今天日期 大家可以到文字消息那邊看一下 就是我們可以先下載 就是 就當然如果下載的話就很簡單 就是它一開始進來 進來就是 就是在輸入密碼就會挑來這裡 集合教學這裡 的這個 Drobus的連結這樣子 然後再下載就可以了 我們就繼續 繼續講課 好,那個 就像我們現在這個Console 就是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 AE軟體的CAD 就是因為我們像Console 就是也有自己 的CAD了嘛 然後像 對沒有學過CAD的那個CAE工程師 或非機械人員的話 是非常好的 對 因為我們就前面就可以自己建 我就不需要去靠 那個 其他人這樣子 對 當然就是 有的時候就是 我們載入 像如果在公司的話就是 模擬人員就是 可能拿到 那個 客戶的CAD 打配 然後進行模擬 如果今天只是要做簡單的修改的話 就不用去 還要請 那個 機構人員 或者是CAD人員 然後再去 修改 修改模型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我們今天就是 今天是載入這些CAD模型 然後 發現有一些破圖啊 還是什麼需要修改的 也會直接利用Console去做 修改好 然後像Console這個 幾何部分的話 就是其實跟那個 我們一般操作CAD軟體都差不多啦 對 我們都會實際操作 所以讓大家去感受一下 然後我們今天學會這個 今天也蠻多 那個 第一次使用Console的同學報名 你今天學會這個Console的幾何 就是後面 你今天你要學 要 要轉到電池 就是我們今天後面要學電池啊 熱傳 流體那一些 然後 因為我們的Console介面都一樣嘛 所以你就會 上手就不會那麼困難 對 好 好 這是我們剛剛Console的那個 所有的模組 對 就是剛剛也有簡單講一下 對 像這些 就是 低頻高頻啊 半導體那些 該有都有 對 好 那我們這裡先跳過 好 然後Console的話就是 在國外的話是非常有名的 對 像我們在這個 Nature自然期刊 我們光Console 我們就搜尋這兩年 我們就可以 光是論文 那個國外論文發表 就已經刊登了至少900次 而且這個自然 非常有名的那個 非常有名的那個期刊 然後另外呢 另外我們Console 另外 AP AIP 應用物理雜誌 我們Console也是 將近以前300片 對 給大家知道一下 好 再來呢 再來我們就是 這簡單介紹一下 介面 對 好 這裡 Console介面 工作介面 就是像這樣子 對 簡單來說就是 左邊這裡就是模型建立器 中間這裡是設定區 就好像 比方說 等一下我們會設定什麼 長康高啊 還是什麼 外軸立招這些 對 然後 圖形區就是我們3D模型 然後 訊息 數據就是 會出現那個 錯誤訊息 或者是 那個 那個 序號到期 這些 對 都可以在哪裡看 好 上面就 那個 選單 工具列 好 好 好 這個話就是 因為我們Console就是 Console就是 後面我們就是一直在推這個APP 就是這個Console APP呢 就是 我們就是 可以讓那些不會Console的人 就是不懂Money的人 也可以去做簡單的去操作 就是 做二次開發 我們簡單來講一下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 就是 就用Console APP的話 我們就可以就是 設定好 然後像 這裡有一個潛艦傳體的那個 化學補石 Money APP 直接給這個業務啊 或老闆去看 然後老闆會直接去 設定參數 就是比方說我這個潛艦 我的 彈寬高 改多少 然後他就 就可以直接去計算 他的應變啊 或者是 他的 他的結構的部分 的特性這些 對 就不用去 輸入那麼多複雜的那些 過程 就直接得到結構 好 好 然後也可以保留自己的那個 知識財產 好 然後 這個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我們Console 有這個 因為我Console的資料庫是很多的 然後這裡差不多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這很簡單 就是我們在按檔案 這裡有個應用資料庫 檔案應用資料庫 這裡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做 CFD 對 做CFD 我就有看到CFD 然後 你就可以去 就可以直接載入 然後像或是你想要看其他的什麼 電啊 ACDC這些 的模擬 我們這裡也是有很多 你都可以直接開啟 然後看他的那個 設定是什麼設定的 對 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就是 像烏頭昌營這樣子去 學習這樣子 好 那我這裡先 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 再來我們就是講到這個 Console集合的部分 好 Console 那個我們Console的基本模組 其實就有那個 簡單的CAD的部分 像那個2D 3D的位置 還有巢匯部分 都可以 然後那LiveLink模組的話 還有 那這裡有兩個圈嘛 然後裡面有包含這個 CAD模組 就像LiveLink模組 就是自然就會有 買LiveLink的話 就有 含CAD載入模組 然後CAD載入模組的話 就已經 裡面就會有含那個 集合修補啊 或 去特徵這些 還是什麼東西接取 這些功能 對 然後設計模組的話 就是 就會有多好的那個 虛擬幾何操作 還有也是一樣 就是有修補 反正就是 有這幾個都 只要用這兩大類的就可以了 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 要用 那個 擴熟的話 就是 至少要有設計模組 如果 公司有 sadivork 或是其他的軟體的話 就用LiveLink 反正 裡面都會包含 CAD載入模組 好 然後我們這個 增購 就是 有CAD模組之後 就會 就可以載入這些檔案 像 XD檔案 SDEP 2D Dementor 對 像 現在這個 sadivork的檔位是 可以打開 就可以直接去 開啟它的原始檔 那我們後面也會去 帶大家去操作 好 好 好 這話就是 簡單來看一下 其實就是 都 就跟一般的CAD都差不多 你們支援的都 都差不多 然後 只是 就是 再加 console的分體集合檔而已 然後 然後 console也是一樣的 有自己的那個集合 原件 原件 資料庫 對不對 然後 我這裡打開一下 看 console的 就是 console在集合這裡 原件資料庫 就是 你今天 你今天如果你想要做什麼熱傳 那個 散熱的 極限 你就不用自己再畫 你可能就是可以 用這些 來去改 散熱極限 然後去做模擬 對不對 他們都已經有 console都已經把我們 有做一些簡單的這個 模型庫這樣子 你就可以直接去應用 然後 好像這些 幾篇都有 好 OK 好 再來呢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console就是 集合的部分的話就是來個比較虛擬操作 就是它 它可以就是幫你做簡化 就是像 遺出點或核併邊都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然後為什麼叫虛擬呢就是 它其實就是不影響那個原始的集合 所以叫去虛擬 就不會傷到你最原始的CAD 好 那我們就去想 然後再來LiveLink的話就是我們 LiveLink的話就是 主要就是雙向連結 就是我們今天在SaviWalks Walk那裡 做完模型 就可以直接按這個LiveLink 然後就可以到console這樣子 去做模擬 然後還有材料 資料的交換等等 好 這的話我們後面都會教 就是 會帶大家 實際的操作就是 結合的修改 像 那個最後也會講這個除特徵啊 去修補 除特徵 然後像 你還可以 等等 然後 設計模組的話就是 它就包含這一些 計算啊 那個 繪製 還有做什麼 對面混層 約束等等 好這的話我們快速講一下就是 它這一個 幾盒的就是 草繪工具 就是一樣就是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實際操作 這裡這個先 PPT先快速看一下好了 好 就是我們有繪圖工具 就是其實 這些草圖工具 其實你可以看 就是跟那個一般的CAT 都差不多 就是都 都類 都相同 就像多邊形的正方體圓這些 都是利用這些功能去做 揮圖 然後像圓角 然後像草圖的刪除 就可以刪除掉點線面這些 然後平行 平行的話就可以幫你強制拉成平行 就是線拉平 這樣子 我現在選兩個就直接幫我拉平 對 或者是變成強制變水平 這些功能 對 好就給大家快速大概了解一下 然後半徑的話就是就可以修改 好 然後再換我們就是直接進入我們的那個 Console的那個集合的這個實作部分 然後我們就是 第一次操作Console的那個同學就是 就可以慢慢的跟上 對 然後有問題可以到我們的文字消息那邊講一下 就是 我們後面也會有那個 工程師會協助 好 然後我們先講一下就是 我們這個辦例的話就是會做 會做簡單的 不理運算 複製整理 分割等幾何操作 好 好首先呢 我們到Console這裡大家可以先開Console一下 一開始我們建Console的時候我們可以先新增 然後模型精靈 3D 我們就點3D 然後這物理電話我們就不用選了 因為我們只要操作幾何部分而已 所以我們就只按完成 好 然後現在我們就是 到這個頁面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到幾何這裡 上面有個選單 幾何 好 這裡呢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PVD 我們就可以先建立一個方形 我們就按這個立方體 等一下 立方體 這的話我習慣了就先建立所有物件 就是你可以先 建出來把這個立方體先建出來 然後我們這裡 前面也有講到嘛 就是中間就是給你輸入參數地方 左邊就是模型建立器 好所以我們這裡我們可以輸入它的尺寸 尺寸 尺寸跟外形 然後我們可以 這裡我這裡先幫大家就是輸入好那些參數了 因為我們今天只是給大家快速的習慣一下這個 Consol的介面還有CAD這樣子 讓大家 之後要學習其他領域 就是熱傳啊 升學啊 都會很快的上手 就不會那麼的 覺得不知所臭之類的 好 然後我們先輸入51 對 寬度5 深度10 高度1 好 然後現在長這樣子嘛 OK之後輸入好的時候 我們一樣就是建立 建立物件 或是你可以按建立選定的都可以 建立選定的話就是針對這個地方 針對這個選項 直接做建立而已 然後建立所有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很多牌的話 那會一次幫你全部做完 好這裡 這裡話還是一樣先講一下它的基礎操作 好像我們剛才就是 有點 那個跑掉了嘛 對不對像這樣子 然後我先講一下那個 如果你像這樣的話 我想要跳回預設顯示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 上面有很多選項嘛 這裡有看到一個 切換成預設顯示 等一下它會 跳回來 然後這裡簡單講一下就是那個 那個 操作 然後左鍵呢 就是滑鼠左鍵 就是我們可以選轉我們的 模型 右鍵就是平移 就是平移模型 然後滾輪鍵呢 滾輪鍵 按住滾輪鍵 就可以放大縮小 好 基本上我們只要學會這幾個操作 然後這個快捷鍵 其他的 其他用點的就可以了 其他我們就可以 慢慢點 慢慢 慢慢輸入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這些旋轉平移 跟縮放 就是要熟悉一下就好了 好 好 那我ok的時候我們就 這裡大家就輸入一下 5-4-1 然後變成一個立方體 好然後再來我們要建立一個 原柱體跟立方體 然後也是一樣 那我就先按原柱體 還有立方體 都一次按 你可以先直接全部建立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可以先慢慢的設定一下 針對那個 原柱體 就是半徑是0.3 然後高度2 然後位置這裡 1-0.5 好 設定一下 0.3半徑 高度2 1-0.5 就大家設定一下就是 這樣子 然後ok就先建立一個 它就會跑到中間 我們的原柱體就會到中間 就像這樣 因為我們到時候最後就是 最後就是要做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做正列啊這樣子 好 再來的話我們那個 要再設定立方體 好再設定一下立方體 輸入3-0. 然後我們要切換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按Tab鍵 就是Q旁邊的一個TAB鍵 你可以快速的去切換 那個 位置 那個位置 然後這個我們位置要設中心 就是不然它會跑到角落 所以我們這個設中心 然後S2.5 然後Y1 Z0.5 ok 好 這裡 這教大家怎麼看 就是我們這些設定 是怎麼看 就是像我今天 剛才這樣操作就是 它可以看到就是那個 這裡 有SYZ軸 對 所以我剛才Z軸是0.5 所以我就可以到中心 這樣子 好 這裡大家會簡單看這個方向 對 SYZ 其實就是跟一般的CAD都一樣 只是大家 就知道這個就會比較好設 然後再來換我們就是 做這個複製 我們現在只有原柱體了嗎? 這個圓柱體 然後我就不用再 另外再建一個 再畫 再設定 不需要 就直接 針對這個圓柱體按右鍵 這裡按右鍵 重複 好 重複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只要設定位移量 設定位移就是那個移動 就是我們要把它移動 位置改變就可以了 好 我們的位置就是設文 裁客13 已經在那裡 欸 我們就按那個轉換複製 然後針對這一個 我們就按那個轉換複製 然後針對這一個 然後位移量3 這樣子 然後位置量3 這樣子 好 然後就會到另一邊 好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就是做這個 做物件合併的部分 因為我們要做物件合併 然後去做那個陣列 好我們簡單做一下連擊 我們就把這些立方體跟那個螢複製 然後我們要做陣列 好一樣就是我們輸入這個 部件 我們這個部件我們就要做那個陣列 我們可以看操作一下 就是 我們就選線性的 然後這個尺寸就是設定 尺寸的話它就是設定 它要正列幾個 好 好 然後 線性 我們這次就 就認真看一下 就是這是歪軸 然後往歪軸好 所以我們設1.6 好就這樣建立 好這樣大OK嗎 這邊的話比較 這邊的話就是 一個是做複製啊 前面要做一個複製 複製的連續體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再全部合併之後 做正列 這樣子 然後做正列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那個 相減 就是我要做這個凹槽的部分 就是 做這個相減 物件相減 所以我可以按布林與分割 這裡插幾 然後新增物件 新增物件就是保留的 這裡新增物件是保留 就是我這個東西要保留住 然後砍掉 這些我要砍掉 這樣子大家應該都 OK的時候就 建立 所有物件相減 然後我們這裡超過結束之後呢 這裡應該 大家應該沒什麼問題 然後再問我們要做這個溝槽 做這個溝槽的話 步驟也很簡單 就是 直接我們就做 把上面的再複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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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那個物件沒有了 我們再點回來 再建立一次 這邊的話我們就把 模型就給它變大一點 我剛剛0.3嘛 現在改0.4 0.8 我們改成0.6 改成0.8 它就變大了 變大一點 好 這樣子 這裡應該沒什麼問題 就是按重複 然後我們的圓就改成0.4 地方體改成0.8 然後之後我們就一樣就做這個 合併 然後再進行移動 好 那我們設定一下 就是基本上操作都很簡單 就是基本上 可以看我操作都是 跟步驟分隔 這樣就合併 或者是轉換這些 我們一樣做連擊 好 然後再按轉換 有個移動 我們合併完一個了嗎 這個我要做移動 我要往上移動 所以我這裡 往上移動到 Z軸嘛 然後就往上來 好 再來呢 一樣我就做 最後我就做這個 正列 然後還有物件詳解 然後就點正列 這裡正列的話我們就 其實也可以用那個啦 複製就可以了 我們先用複製就好了 正列重複嘛 繼續重複就好了 物件 因為它重複的話 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設定的尺寸啊 還有位移 它都會幫我保留 你就只要 把這個物件 再點成事項就好了 這樣建立 你就不用再重新 再看那個尺寸的輸入 因為有時候我們 可能就是 操作到後面就是 那個參數位 越越複雜 你可能 可能不好再一直說 這樣子 所以可以用這個 重複這功能 然後我們再做刪減 插幾 一樣 這幾個 我要砍掉 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 勾槽就做好了 然後最後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有這個 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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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條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多餘的線條 然後我們可以使用刪除面 可以把它砍掉 然後 這裡簡單操作一次 我們就可以點刪除面 像這樣 這裡操作 這幾個就可以了 然後按刪除選定 它就 多餘的面就不見了 好 好 那今天 像我說 這就是那 Console 鍵CAD的部分 然後 像我今天我想要存檔 你就直接 Ctrl S 你可以直接 儲存 直接儲存的話 就是 就是變成Console 的那個檔案模型 對 這些 然後如果今天我想要 輸出成CAD檔 就是我今天想把這個 我Console做的模型 給其他的軟體 然後我們可以按 輸出 可以按輸出 這裡你就可以選 這裡有Console的檔案 還有那個 XD檔 或是 那個 裡面的 那個IGS 或是STEP的 等周期檔 對 好 你就按輸出 這就可以 然後一樣 然後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輸出 輸出 好 那我這裡 因為我這裡去選 選 中繼檔 然後就會選 選到 你那個 下 選到那個 下載哪裡 然後這都會 都可以 都可以 檔名都會自己設定 好 好 那我們這個 基本的這個 3D的那個 集合 像這樣子 就我們做好了 好 這樣的話我們就是做一下 這個2D的 2D草圖的部分 對 就是我們 好 我們操作一下 然後一樣檔案新增 模型精靈 按D 然後按完成 好 然後草圖的話就是 草圖的話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 因為草圖 大家 就是都差不多 就是 所以我們 大概操作一下 給大家 給大家 大家也可以跟著 操作一下 然後很簡單 我們就是先建立 繪圖平面 然後到草圖這裡 可以畫 然後一樣 幾何 到幾何 繪圖平面 點繪圖平面 點繪圖平面 然後這裡可以看到 我就出現了 藍藍的這樣子 然後這裡 它就是繪圖平面 然後我們可以點一下 平面幾何 它就會跳到草圖 草圖區了 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一般CAT 畫 那個草圖也是長什麼 然後就點草圖 然後就點草圖 上面選單這裡 就點草圖 因為我們選平面幾何的時候 就可以選到草圖了 因為我們現在在繪圖平面的話 是不能畫草圖的 一定要點進去平面幾何 才可以 然後就點草圖 然後就點草圖 OK之後呢 然後我們先做簡單的那個繪圖這樣就好 我們可以換看到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做 然後這裡操作一下 對 一樣一樣會做這些連擊 插擊還有什麼刪除 就我們剛才 前面有講到 簡單的那個草圖規制部分 好 我再畫一下 然後就畫 用矩形 這個直接畫 矩形這個直接畫 我們就在十字線中間 直接畫 好 這個直接 像之前畫 你可能還要立方體 還要再慢慢調參數 現在不用 就可以像一般CAT的 直接畫 像這樣子 然後就畫 類似 類似就好了 因為我們只是給大家知道 然後像我現在我要做這個 做這樣子 就需要做連擊跟插擊 我們現在在草圖這裡 然後我們就要 跳1D 就是 欸也沒有環境 就直接做 那個先做連擊 先把無並起來 好然後我再做插擊 應該要先 沒有先做插擊 不好意思 好 擋作技可以回復 然後我們先做插擊 這個我要先挖洞 這新增物件是保留嗎 好 3- 好 這個R3我要砍掉 好 先砍掉 然後再做圓擊 好 可以 好 可以 好 好 好 2D的導角 我們就一樣可以設定一下 我點導角 點下 就直接點這個點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可以設定 0.1 就建立就可以了 另一邊我想要做導圓角 一樣就點圓角 然後點這個點 一樣 0.1 好 這樣子 這樣就好了 好 這之後我做好這個的話 我就會做 簡單的這個旋轉 然後我們就可以變成一個 3D 好 然後這裡我們就關閉 關閉草圖 好 我們按建立所有意見 他就 那個 然後我們這裡用 用一樣幾核 裡面的旋轉 那就幫我選到這個圍圖片面 好 那軸類型的話我們要選3D 我可以看一下設定 然後 Y軸-1 然後 X軸-1 X軸-1 好 像這樣子 OK 之後我們就直接建立 幫我們做好 結果你看到這裡 我這裡就做導角 然後這裡做導圓角的效果 OK 好 然後這 那大多就會了 然後 後面這個的話 後面的話就是 應該不太需要 對 就是也是在做那個 差幾箱減這樣 對 好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差不多 應該OK 好 我們現在再講一下那個 講一下那個幾核的新功能 好像我們已經會這個 簡單的那個 基礎的那個CAD了嘛 對不對 就是 反正那個CAD就是 就是那個 相加相減這樣子而已 然後 或者是用草圖畫出來 拉伸出來這樣子 好 對 就是像 這裡 然後我現在 再來我們就是要講一下那個 幾核的新增功能 然後這次新增功能的話就是 簡單看一下就是幾個比較 比較 就可以常做的 就是一個是物件投影 還有一個是那個干涉 這次有新增一個干涉 然後還有物件的提取 好 然後這次 這次有多多多這個物件的投影 物件投影 這個 這功能的話就是你就可以去 那個 就是 就是 物體的那個 表面的計算啊 那些 就會投影出來 去 康熟再去做計算 或是尺寸量測都可以 然後這裡簡單一下操作一下 帶大家怎麼操作 好 然後我們一樣 就開新檔案 檔案新增 模型精靈3D 好 然後一樣我們再集合這裡載入 然後這裡的話就是要動用到 我們那個 給同學的那個 模型呢 就是我們這裡有給一個 投影 投影這個 中繼檔 我們可以打開一下 這樣一流 然後這個投影 OK之後就打開 打開就直接建立所有物件 就可以了 好可以看到這是那個飛機的檔案 然後我就想要 做 那個 輪廓的投影 這操作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就是 我們剛才都有操作那些 揮圖平面 其實就是 新增揮圖平面 在選頭裡面就可以了 好 就是我們就新增 揮圖平面 然後現在就是 在這裡 然後我想要往下 就是往下移一些 揮圖平面 你就可以改 一種的座標 好 好 它 往上飛嘛 所以我就往下 我想要往下 OK之後呢 OK之後一樣 到平面集合這裡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簡單的顯示 但是它就是 還沒有功能 然後你這時候就可以 點投影 OK之後按建立全部 然後我們這裡 這裡就是跳回去 這個幾何這裡 好 就按建立全部這樣就可以了 它就會幫我顯示出來 然後今天如果你要做 那個側面的 那個 側面圖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的那個 揮圖平面 然後再改成 那個 我看一下 利查面這樣就可以了 你就改成利查面 然後你再把它移到旁邊去 然後你就可以做出 做出這個效果 好 然後這個給大家知道一下 這樣就好了 就是你要做這個物件投影 就只要用灰圖平面 然後 平面幾何 這樣按投影 這樣就可以了 好再來的話我們要 我們要做這個 物件干涉的這個景 就是幾何還是會干涉 就是有時候說 工程師啊 或機構工程師 給我們 說要做模擬 然後但是 有干涉 有干涉的話就是 我們就可以用抗手 可以看看有沒有 干涉 然後之後就可以去 有干涉部分的話 就可以再去做 再跟工程師講 去做修正 或者是自己 再去微調修正 然後這要怎麼 怎麼找出來了 我們這裡 一樣 試一下 好我們一樣 新增 我一樣繼續開 新的模型 好 然後 然後再幾何載入這裡 一樣載入 載入我們這裡就選擇 干涉那個檔案 好OK之後按載入 就建立所有物件或載入都可以 好 然後我可以看到這個模型 這樣載進來了 但是我現在也不知道它 到底有沒有干涉 其實我這個 我有硬是把它 那個 就是干涉很多 其實我這樣目測 就是看到它 有出現了 好 然後但我們要怎麼用那個 電腦去檢查它 然後我們就點解特徵與修復這裡 一樣在幾何 就我們今天操作 都是在幾何這裡 就沒有 沒有交太複雜的 一樣在解特徵這裡 然後我們再點 偵測干涉 就會點偵測干涉 好我們再找 還是會去找 我要公差多少 那個 0.01mm 那 就把我尋找 好 好現在找出來了 我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的小角 但你像這樣子還是看不太出來 對不對 這裡我們可以看 這裡可以把模型改成透明度 你可以改線框 你可以改線框去看 或者你也可以改成透明度去看 都可以 然後再來的話 它這次有新增員功能 就是用物件 以物件分組 它可以幫我分組物件 它就幫我分類好 分類好之後呢 就會點 它就會針對它 一個 針對每一個有干涉的部分 然後去單一去 抓出來跟你說明哪邊有問題 好這樣子 所以你會更好發現這個干涉的問題 好 然後再來呢 再來我們再來講一個物件提取 這也是蠻好用的一個功能 要搭起來一下 先載進來一下 再載一次 載一次 因為我們這 應該是只要按右鍵就給提取了 就點一下 右鍵 這裡就會出現提取 提取的功能 好 我這裡就點提取 它就會單獨針對這個模型 就是做那個 如果今天 我今天我想要做 其他的話 像我還要再增加其他的 一樣就見力所理解 就可以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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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子大家應該懂 反正就是很簡單就是右鍵提取 然後你就可以去 去把這些物件單獨抓出來去做修改或是做模擬這樣子 好 好 然後最後呢我們就是講一下那個 講一下那個 模型的前處理 的簡化去特徵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前處理呢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蝦翼模擬嘛 就是一個黑合體 對就是 然後 我們就是賦予 條件輸入這樣子 然後 重點來說就是如果我們今天 因為他他就是會直接幫我把模型就完完整整的 就是幫你去跑 如果不簡化模型的話 就是他會切網格嘛 會切了會畫翻的很小 而單元越小呢 就是電腦求解時間會更多 更久 對 所以 你如果可以看到他CPU內存嗎 然後就會爆掉 然後會當機 對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軟體怎麼突然要當掉了 就是所以說 所以說電腦一定很好啊 本身一定要有一定 如果沒有很好的話 就是至少也要做這個 先處理簡化 也可以避免掉這些問題 好 因為這個 如果你就是模型太大的話 就是網格寫出來 就是 數量很恐怖 好 我們再簡單看一下 簡單看一下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 如果先處理簡化的話 到底要簡化哪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有一些簡化地方的話 就是一定要把這些 你覺得 就是沒有必要的東西 這些東西 不會影響到你的那個結構 那些 那些 你就可以把它 去除掉 像 小孔洞啊 或是很薄的圓角 這些 你就可以把它去掉 因為這些就是 你去掉的話 就會 加快一點的模擬時間 對 因為這些就是 增加 增加計算量而已 OK OK 給大家知道一下 然後再的話 我們就是 可以操作一下 模型 一樣 我們 載入一下 模型 就是 先 帶大家 那個 好 做 好 一樣 擠合 然後我們一樣 載入 然後我們這次 是用 載入的是 沙迪沃斯的 CAD檔 可以到點 那個沙迪沃克的 然後我們載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就可以 我們 沙迪沃斯的 原始章 可以自己載進來的 然後再來呢 我們可以簡單看一下 就是 操作一下 就是 去 剛剛有講到 上完快了嗎 還沒 快了快了 快了 三點到三點 那就是我們要操作這個 引出圓角 還有孔洞啊這些 還有不必要的這些 曲線這些 都是 都是要簡化 好 那我們這裡操作一下 好 我們點刪除圓角 然後這裡 輸入 我們可以偵測大一點 就是 0.1 我們按尋找 它就會幫我自動找到 那個 所有 那個 0.1以下的 OK OK之後就按刪除 選定 它就會幫我去掉這個圓角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 模型比較簡單啊 到時候你可以試試 自己的 CAD模型 然後 就是一些 你要去做怎樣的話 就會比較快 對 然後刪除孔洞呢 點刪除洞 一樣我們設定 就按尋找 動間 其實都很簡單 就是 按 然後按 再搜尋 然後再刪掉 好 然後最後呢 就像我們這個 博斯有一個 孔洞 也是可以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個 刪除面 好 我們點刪除面 像這種曲面 我也一樣都可以去掉 像這樣子都可以去掉 如果我裡面的話就是可以 裡面的話 也可以這樣子 像這樣子有點慢啦 你看 你也可以這樣子 等一下我會教大家 會比較快的方法 然後這樣子也可以刪掉 好 然後最後 最後我們去 載入一下這個 比較複雜的 用一點 剩一點點時間 我們就載入 比較難得 好 我們載入一下那個 那個進階的 比較複雜一點 好 我們就點那個複雜破圖 這個模型 打開一下 好我們這個模型呢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它 就是像 有流水編號嘛 還有一些問題 對 有一些多餘的邊線啊 這些問題 那我們要去做處理 然後我們可以先簡單的 簡單去做這個 快速 移除細節啊 這些 然後我們最後再手動 把這些 多餘的 好 這裡我們操作一下 就點移除細節 好 就幫我 忽略一些 不必要的 像什麼編啊 編啊 這些 都把我做完 好 然後我們就是 可以做這個 把這個流水編號 我想要砍掉 一樣就是 點刪除 一樣點刪除 然後這裡呢 這裡 我們剛才交的時候 是要慢慢這樣點 還記得嗎 我這樣 要收視慢慢這樣點 然後我們這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 選擇邊框 點選擇邊框 我們這樣 這樣光起來 點選擇邊框 看起來 好 這裡 我們這裡要小心一點 就是我們 要小心 有沒有選到其他的 位置 所以我們 我們可以點這個 線框彩線 我們可以看到 好 我選到這個 我選到底下 可以看到我 這裡我選到底下 好 我們這個把它點掉 你可以用滾輪鍵 可以選 可以穿透模型 把你 把你那個 不小心選到的 點選一下 好 這裡 不好意思 好 把這些 點掉之後 我們按刪除選定 好 你這裡再點回來 你會看到我們模型 好 就是那個 這個不必要的 油嘴邊 就不見了 然後 再來 我們這些 這些 這些 那個 這些其他的那些 邊邊角角 我們可以用忽裂邊 或刪除面 都可以去 我們可以試一下這個 忽裂邊 區裂邊 那我們就點一下 忽裂邊線 這樣子 好 建立一下 忽裂的邊線 像這樣子 好